Hello 大家好 我是姜姜 今天来跟大家聊聊 你听见的声音不代表别人也听见了 我在有一次去泰国玩的时候 我们五天四夜 中间会换好像三个饭店吧 其中有个饭店呢 它的厕所上方是百叶窗 就是比较大格的 比较大格的百叶窗 那你的手可以去搬那个角度 就是它没有密闭 它不会密闭 因为它们这样子可以跟厕所保持通风的状态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洗完澡很快就干了 我在那个饭店住 然后晚上没有什么不舒服的感觉 但是就是在上厕所 我半夜起来上厕所 半夜上厕所 那我刚刚说过它没有密闭嘛 它跟外界是通的 所以我可以很清楚 听到外面风吹的声音啊 或者是可能其他的声音这样 后来我突然听到一只狗在哭 狗哭你们有听过吗 就是半夜如果你们会觉得 台语讲的是吹高雷啊 就是我刚开始听到一只狗在哭 后来两只 然后三只 然后就越来越多哦 我觉得那个数量应该有三四十只的狗在哭 我就觉得哇 瞬间就觉得好害怕哦 怎么会觉得 我当下是觉得怎么我饭店后面有这么多野狗 我当下反应是怎么那么多狗一直在哭 那代表有什么能量要来了 我就在那边等 很妙哦 我在那边等 等看是什么状况 后来我就突然觉得我大概右手边 右手边 我们是厕所墙壁 但是我是用感觉的 右手边墙之外 大概往前算 应该十公尺左右 大概十步 开始有一股 我不知道什么能量 就是从十公尺那个方向慢慢很大 我觉得那个能量很大 我觉得如果我用感知去感受那个能量有多大 大概有两层楼这么高 然后就是两层楼的透天 你把它想成是两层楼的透天 正在那个能量团正在移动 慢慢移动 也就是从我右手边的大概前方十公尺 慢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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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 我我的后方一样是右手边 然后是后方过去 就是过去 但我觉得很妙 因为那声音实在太大了 大概我觉得有三四十只狗在叫的时候 会觉得说 怎么没有听到其他房间的团员们有被吵醒 刚刚说过是通风的嘛 跟外面是通风 除了听到风声啊或什么 那我觉得就怪啊 但是那股能量过来的时候 我除了听到很多狗在叫 我其实是害怕的感觉 是害怕的感觉 然后等它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过去之后 那个能量团啊 就像两层楼的透天这么大的团 能量团这样过去之后 后来就慢慢那个狗啊 白三四十只 然后慢慢变一二十只 然后慢慢变成两三只 然后后面不叫 那我就觉得很纳闷 我就很纳闷 我就放在心上 我在厕所等那个过去之后 我就一样上床睡觉 当然心里面会默念一些小揍啦 让自己安心这样 第二天吃早餐的时候 我就问一下团员说 你们晚上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这样子 他们就说没有啊 昨天睡得很好 我就说你们没有听到狗在叫吗 狗在哭吗 说没有 然后我又问别 我问了几个团员 他们都没有听到 我就觉得 好妙 只有我一个人听到 就觉得 那个时候还不知道什么状况啊 就是觉得很奇妙 就觉得很奇妙 那现在呢 有时候啊 有时候我也会听到一些声音 但我旁边的人却听不到 比如说我可能跟朋友开车 兜风去山上 就是去呼吸新鲜空气 那我们台湾有很多的宫庙啊 我们经过到一个 其中一个我们去嘛 去有经过ABCD 可能很 比如说第二个宫庙 我到第二个宫庙的时候 我就听到有人在 那个 拿那个 就是铃铛 铃铛召唤的那个铃铛的声音 有点像 我以为是外面 有人在做法会 还什么的 那我就问我朋友说 哎 你有没有听到 就去的时候我有听到嘛 我就问他说 哎 你有没有听到 那边有人在做法会 那种 叹叹叹的声音 因为我觉得很清楚 我以为是外面传进来 因为我们是开窗 因为要呼吸新鲜空气 那我就问我朋友 他就说 没有耶 没有 然后我那女生朋友就知道 就是知道我 有时候我会听到一些奇怪 他就说 你不要乱讲话 他会觉得很害怕 然后我就说 哎 我真的有听到耶 然后后来我们就 上山之后 可能找个地方吃饭啊 然后再准备要下山的时候 刚刚说ABCD嘛 那我们现在回头 走到这个宫 第二个 刚说第二间嘛 那比如说我现在回来 又经过第二间的时候 我又听到了 去的时候 我是这边听到 回来的时候 我是这边听到 因为反方向嘛 就换这边听到 换这边听到 那我就再问一下 我朋友说 我真的听到啊 你有没有听到那个 那个 就是人家做法会叮当叮当的声音 他说没有 真的没有 不要乱讲话这样 我就说哦 好吧 那就没事 这样子 又或者是 有时候开车的时候 跟一样朋友这样出去 那我就会听到那个 铁链啊 我还蛮常听到铁链 拖在地上走的那种声音 我觉得还蛮酷 我不知道那代表什么 但是就觉得 还蛮酷的 然后我有一次 然后我有一次也是听到铁链的声音 经过 经过 那我以为 因为很清楚 很清楚 我会以为是我车旁边的 有人拿铁链在走 我就会往旁边看一下 那我就说 哎 你有没有听到 我就问我朋友说 你有没有听到 他们一样都没有听到 只有我听到而已 大概就是可能 那个突然 讲聊天 聊天 聊天的时候 可能我突然 比如说我们在吃东西 跟朋友吃东西 然后聊天嘛 那总会有停顿的时候吧 就是可能我们低头 正在吃东西 总会安静个几秒钟 那可能就在安静那几秒钟 我突然听到有人叫 叫 叫那个 我不知道他就 哎一声这样子 那我就说 哎 你有没有听到 他就说没有听到 就是没有听到 就是 我听到的声音 都没有人听到 很妙 就是我听 我到目前为止 比如说我听到 刚刚说 哎 那个 好像叫人的声音 我就说 你有没有听到 没有听到 没有听到 但是不同朋友 不是同一个朋友 又或者说 在开车的同时呢 我们在聊天聊聊 然后我们也是一样 不可能一直讲话 一直讲话都没有停下来 就是会停下来嘛 那可能停下来的时候 我突然听到 好像朋友又继续讲了什么 可是很小声 那我听不到 我就问他说 你刚刚讲什么 我没有听清楚 那我朋友说 我没有讲话 之类的 所以要跟大家说 不见得你听到的声音 别人有听到 那我后来了解 因为我们有练习过的人 身体散发出来的 那个振动频率 是跟一般没练习过的人 不一样 也就是说 我们有练习过的人呢 身体比较容易去对频 比较会去对到频率 那当对到频率的时候 你就可以偶尔会听到一些 很奇怪的声音 就好像可能 在聊天的同时 在聊天同时 可能我就会 这边就会耳鸣 听到那种 耳鸣的那种 很尖频的声音 这样在这边 有时候在这边 有时候在这边 反正就是会 我已经很习惯了 我已经很习惯 所以我一点也没有害怕 只是跟大家说 如果你们有听到 这样很奇怪的声音 那是你们的身体 已经开始会去对 就好像我们听广播电台 我们会去转频率是一样 我们的身体 已经开始会去 对到次空间的频率 所以我们 对到那个频率的时候 我们可能耳朵 就会听到一些 你一般人朋友 可能都没有听到的 声音或声响 但是这是很正常的 为什么我要跟大家说 很正常 因为我听到这些声音 我没有带着害怕的心情 到现在我也都活得好好的 都很正常 我也没有说要去收金啊 我也没有说我生病啊 都没有 都没有 所以要跟大家讲 这就是很正常的现象 请大家不要觉得说 哎呀我听到很恐怖的声音 怎么我朋友都没有听到 只有我听到 那是代表你已经有进步了 你开始身体会对 会对次空间的那种频率 对到焦 当你们两个对到焦的时候 你耳朵就会刹那间 就会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 所以不要害怕 今天分享到这 I love you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